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個月4月我就沒有正式拍一條4月最愛的影片 取而代之就拍了一條撿行李箱的影片 跟大家說一下我會帶什麼去旅行 那些都算是我4月的最愛 但是我也知道未必人人都喜歡看那些影片 所以這個月我也會包含少少4月和5月最愛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個月我喜歡用什麼 好啦,那我們快點開始今天這條影片 上兩個星期大家都說很想我用Beauty Bay的眼影去化眼妝 那妝片就真的沒有了,因為我都沒有空去化 而且最近天氣真的很差,一都下雨根本就沒有日光 如果我用這樣打燈去拍給大家看,其實你們是看不到什麼的 但是我今天這個眼妝也是用這一盒去化的 我最近就很喜歡這一類型的直陽系眼色眼妝 我覺得很青春,很活力,很夏天 而且它橙紅色這個色調在我的皮膚身上 是沒有那麼容易變大地色的 因為很多顏色的眼影上到我的眼皮 因為我眼皮都很深色,大家見過我的素眼 都會變成啡色的 所以我自己就越來越喜歡化這些顏色 有朋友就說它融得很交關 但是我自己身上就沒有這件事 而且它顯色度也不錯的 它的顏色是要用掃上才會顯色 但是一些珠光或閃粉的顏色 就一定要用手指上才可以顯色 所以是要慢慢去試,慢慢去玩 但是不要管它的妝效先 它雖然多顏色,便宜是優點 但是這麼大盒,我基本上是戴不到外出 戴不到去旅行 一直藏在家裡使用 所以它的方便攜帶程度是低於零的 雖然我不想說一些香港沒得買的東西 它這款面膜就是我在日本買回來的 不知道Lock on有未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那些面膜 有幾款已經在香港Lock on 或者萬寧已經有得買了 所以我也很希望這款有得買 這個近鏡,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它聲稱自己可以一塊面膜 55秒就完成了7個步驟 基本上你回到家後 卸妝後就可以敷它 一分鐘就完成了整晚的護膚品 我沒有依照它的指示 我都有洗臉的 但是洗完臉後敷它 真的可以代替到很多不同的護膚品 立即去睡覺也行 所以這個是我5月經常做的懶人護膚 除了它的功效之外 我也很喜歡它的味道 它有一股很香很香的青蘋果味 很清新而癮 而它這盒裡面有30塊 即是一個月份量 雖然對我來說一定不會每天用的 但是真的非常方便 它是晚上用的 開冷氣用的 都不會覺得乾 不會覺得黏黏緊的 早上起床都會覺得很好 還有有一陣子 我去完日本之後 我這裡爽脫皮了 然後我已經打定輸了 所以打算過一段日子才好 誰知道有一晚我用了它 第二天竟然是沒有再脫皮了 好神奇啊 那一晚真的只用了它 所以我覺得它的修護效果是有點驚人的 然後再說多個Skin Care 這個就上個月撿箱的時候有提及過 就會是The Ordinary的咖啡因眼Gel 我上次就有說過 這一枝 早上用的話 如果你的眼睛是比較容易水腫的體質 它是非常見效的 我今個月不想重複那些東西 就說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好嗎 話說我和我男朋友 應該是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我們兩個因為前一晚 吃了很多很濃味的東西 又夜睡又不夠睡 整隻眼睛都腫了 那我就跟他說 不如你試試這枝吧 我用過覺得蠻好用的 那我男朋友是完全不用 是經理人 那好吧 那天用完 大家塗完 我化完妝 出門後 升降機是有鏡子的 已經看得出效果是超明顯的 然後第三天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主動問我 我想塗昨天 我跟他拍拖了四年 他從來連一滴霜霜都沒有問過我拿的 然後最近回來香港 他有一天跟我說 我的眼睛很腫 但我們不是一起住的 然後我就問他 其實很便宜的 這枝是50元 你想不想我買給你 放在你家 他竟然回答我好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神奇 你們明不明白 他的效果是連男生都看到 大家真的去試吧 50元而已 是不是 好了 之後繼續是護膚品 因為我都很久很久沒有用過 一些新的護膚品 因為有很多都很努力地用完 但這兩個月我遇到的護膚品 都很好用 對 他就是Drunk Elephant的保濕精華 他這麼小 50ml 在Sephora買的 要410元 我趁有8、5折的時候 才可以入手 我先擠出來給大家看 好貴啊 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是一個非常挺身的型膠狀 你推開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好推 然後很水潤 很薄身 很快吸收 我不可以說它是香還是臭 總之它是有一點點的化學味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種精華 無論你是滴管狀 乳霜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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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是最輕最輕身的 它基本上塗上臉上 吸收了之後 是很隱藥而無感 好像羽毛 好像一條薄膜 總之你是不會覺得自己的皮膚 比任何一谷主 但你感覺到自己是保濕了的感覺 我對這個精華 它的包裝是一種很喜歡 但又有一種很不喜歡的感覺 我喜歡這個包裝是要這樣扭出來的 所以你不怕擺來擺去 會不小心按不到 浪費了精華 但它不是透明的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我一個月 究竟用了大約多少的精華 但單憑它的功效 我真的很喜歡這支精華 喜歡到我已經忘記了B5GEL 每一支我都會用它 好了 接著就說一樣化妝品 這個在香港有得買 但我在日本買回來的 就會是Excel的粉底 它的名字就叫Skin Tint Serum 你們一定以為我很喜歡 Integrate Cushion 今個月一定會說 但因為香港沒得買 而且那個色號給我來說 真的白很多很多 所以自從開了這支之後 我就天天用了這支 你是不是想罵我貪生亡狗呢 我承認吧 這支它好的地方就是 它方便 它這樣沾沾沾的摺墜 我通常是不需要摺在手上 摺勻它 我直接摺兩項 摺兩項 然後額頭摺一項 鼻摺三隻 然後摺眉燒 我就可以直接用Beauty Blender 或者手指上這個粉底 我就真的覺得 又方便又衛生又快捷 它是好好控制份量的 不會一支出來就太多 然後你推開它 看見到是很好推 很薄身的 好像融入了你的皮膚 但它的光澤感是強的 但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 在這個天氣 因為它的名字叫Serum 滿熱的時候 它也是會有溶的 如果以我上班來說 我早上9點多上妝 然後晚上7點回到我家裡 你會看到整個額頭是 剝落的 它不是說 脫得很漂亮 很漂亮的粉底 而它的持久度 如果是很晚太陽 很熱 很曬 都低的 但如果你一直都在室內的地方 有冷氣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也可以保持 如果說遮瑕度 它上一層是低的 可不可以Build up 它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它越建立 妝感就會開始重了 所以我會比較適合遮瑕膏 遮瑕膏 而粉底就會上這個薄薄的一層 它的效果 做到第二層皮膚 一個裸妝的感覺 就會比較漂亮 然後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Mimi的雙色胭脂 雖然這個是我去Event 那裏拿回來的 但是 他們應該都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不關他們的事 我拍片我真的喜歡用的 色號是001號色 是一個很漂亮的橙色和粉紅色 它一共是出了三種顏色 其他兩種顏色 我都覺得不太適合我用 但是這個橙色 我今天都用了在這裏的範圍 我覺得很漂亮 你會看到它的橙色 和粉紅色也好 都是偏向粉霧 擦開了之後 這個橙色是非常青春 非常夏天 而這個粉紅色 雖然看到很淡 但是它做一個邊緣的效果 是很好的 因為你的橙色太鮮艷 你會覺得皮膚和橙色 中間是很突然間的出來 但是你加了粉紅色在上面 散開它就會變得自然很多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好了 那我今次的四五月 最愛呢 就來到這裡 最近真的很忙 對 新屋那裏 淘寶是佔了九成半 然後東西就完全沒有拆傷 連拿都沒有拿 所以接下來這個月 就應該在逢星期六日 都是在拆傷和砌東西中度過 沒錯 希望大家都會期待一下我新屋的room tour 我自己都很期待 但可能真的要七月中才拍到給大家看 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最後會不會變成我想像中的樣子 對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 我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同時是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